今天要料理的是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把威士忌喝的好喝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威士忌 不喜欢 很多人喜欢 通常的做法都是加可乐啦 雪碧啦 芬达啦 通瓶水啦 或者是今天要做的是 Ginger Ale 没有苦味 然后也不会酸 跟威士忌混在一起 刚好会有意外的 柔软软甜的风味 然后就会跟 一般人不喜欢威士忌的味道 协调起 苏格兰 尼美威士忌 尼美 美国波本威士忌 日本的调和式威士忌 颜色已经不同了 药水跟焚香的味道 焚香 你说烧精子的焚香 是 有些人会不喜欢 但是非常的清爽 待会搭上比较甜蕴的话 整个喝起来会有点立体感 美国波本这个呢 是人见人海 因为它会有一些 椰子啦 香草啦 然后一些 红糖般的香气 焦糖味道 所以这个 单喝也很好 加冰块也很好 降温喝也很好 加任何的汽水都可以 但是不要加通淋水 要加Ginger Ale 这款日本的调和式威士忌 它的风味 跟苏格兰很像 但是更纯净 日本的品味就是 干净明亮透彻 然后单喝就非常好喝 加冰块也很好喝 降温也非常好喝 然后待会我们也是加上Ginger Ale 它会非常好 所以一般人如果 不太喝威士忌的话 可以接受的是日本的这种类型 可以接受的是波本这种类型 比较不能接受的是苏格兰这种类型 就可以加Ginger Ale 然后逼逼看 它们是不是三个多点好喝 好的 试喝完毕 这个绝对不行 这有一点甜 三个里面这个 稍微可以 这个就是威士忌 对 就是威士忌 没错 好多了 哦 而且很甜耶 因为它是甜上甲甜 波本的甜蕴整个被带出来 香草 椰草 木质的分享 这个还是威士忌 这个不错 这个也可以 是蛮淡的 变得蛮淡的 所以重点就是Ginger Ale 是威士忌的好品 所以你要注意 所以 谢谢大家 注意 这个 试吃 的 是 品 品 好多了 松